你敢相信吗 一位美国的科学天才逃到中国 居然靠养牛得到了中国的第一张绿卡 那这位逃到中国的女士名叫穷辛顿 曾经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发 尽管穷认为核技术是伟大的科学 正确的核研究可以改变人类的未来 但是广岛上升起的蘑菇云让她意识到 她苦心研究的技术可能会导致无数生命的损失 认清这一点之后她产生了逃离的想法 于是她与好友欧文决定一起去延安放松心情 他们抵达延安后发现这里虽然不富裕 但是人民淳朴安居乐意 外界的纷争对这里没有丝毫的影响 宛如世外桃源 于是他们一次次推迟返回的计划 最终他们决定在延安定居下来 几年后穷辛顿和欧文在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为了能让当地居民能够享用到牛奶 他们养了几十头奶牛 并且先后发明了多种机械齿轮 这也使得他们赢得了中国的第一张绿卡 也使他们决定一辈子留在中国 正如穷所说的 科技应该造福人类而不是被用来杀戮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只有磨砺自己的刀才能抵抗外界的威胁 所以科学技术依然至关重要 而科系的发展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为了让我国的孩子尽早接受科技启蒙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教授特别联合中央电视台 推荐了一本儿童科普启蒙读物 这就是物理 那这套书将有趣的漫画与简明的文字相结合 以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知识点 让咱们的孩子轻松愉快地阅读 此外呢 这套书涵盖了中学85%以上的知识点 不仅能够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还能为他们打下中学阶段的基础 非常适合5到15岁的孩子们去阅读 甚至呢连清华小学都已经将它列为课后必读书籍了 有条件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套书 让我们的孩子在起跑线上有更多的可能性